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非常高難度的問題 所以在講義上呢 我幫大家標了進階挑戰 當然最麻煩的就是在第二題 第三題跟第四題 那二三四必須要利用到我們前面講的 牛頓萬里定理的概念 它只能用在點球球殼 那如果不是點也不是球 也不是球殼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第三小滴第四小滴 還得要利用到 我們後面學到的球殼定理 所以等一下第三小滴第四小滴 你要先略過 那等到講完球殼定理 分析完地球內部的引力場以後 我會提醒你回來再看第三題跟第四題 那第一小題呢 先熱身一下 好 我們先熱身呢 我們前面在第三章講過磁心的概念 它說把一個質量是大M 半徑是大R的千球 挖掉一個半徑是二分之R的小球 就是把這個部分把它挖掉 那如圖 球第一個剩餘部分 它的磁心位置到底是多少呢 來 各位 你還記得我們前面呢 在第三章講過的敲敲板原理嗎 好 我說 這個問題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敲敲板原理來做 那我們前面其實有做過這種問題 那注意這題是球 不是原版 我們講原版它是平面的 球是立體的 那我先考你 這個大球的半徑 是挖掉這個小球半徑的幾倍呢 大球的半徑是R 小球的半徑是二分之R 所以半徑比是2比1 各位 半徑比2比1 那體積的話就要幾次方 就要三次方 所以挖掉以後剩多少 剩7 所以剩下的部分 跟挖掉的部分 質量比是不是7比1 質量比是不是7比1 我們講你可以先想像一下 把小球停回去 利用敲敲板原理 支點要擺在正中間 各位 支點如果擺在正中間 兩邊平衡 所以質量比7比1 那他們到支點的距離多少 就是1比7啊 各位 質量比7比1 支點放在正中間 質量比7比1 距離比1比7 如果這一段小球的半徑是2分之R 1比7啊 這一段只有這一段的7分之1 這裡2分之R 那左邊這裡多少 14分之R OK 解王 所以這個大M剩下部分的這個直心 距離原來直心的距離就是多少 就是14分之R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在第三章講到的敲敲板原理 忘記了 回去這個複習一下 好 第一小題是幫大家熱身 當然這一題的重點不在怎麼樣 不在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理論上在第三章 你應該要怎麼樣 你應該要算得非常非常的熟練 好 可是我們現在進入到第二小題 他說剩餘部分呢 跟距離是2R呢 質量是小M的指點 這個萬元力的到底是多少 來 各位 按照這個圖 這裡是R 這裡是R 所以現在這個指點呢 跟原來直心的距離呢 是2R 那距離2R處 那這個剩下的部分 對於這個小M呢 這個萬元力的到底是多少 來 各位 你說老師 簡單啊 我就算剩下這個部分的直心啊 到這裡的距離啊 我就帶怎麼樣 我就帶萬元力的公式 不對 我們前面講過 你的公式只能用在點球球殼 你不能說 我算剩下部分這個部分的直心 剛剛前面第一小弟算出來了 直心到這裡的距離去帶萬元力的公式 我們前面一開始在介紹牛頓萬元力定律的時候 我就講過 好 如果你算這個系統的直心 再帶牛頓萬元力定律公司的話 算出來這個結果是不對的 前面我也舉過一個反例 我說物體一定有直心 但是物體不一定能視為直點 那我們前面呢 也看過圓環的問題 你說老師 難道這一題我要切割成很多很多塊 那算很多很多塊 對他的力把他們加走嗎 我想這樣做好像也有點小麻煩 所以怎麼辦呢 這一題我們就要用一點點怎麼樣 用一點點小小的技巧 既然你的公式可以用在點球球殼 那我乾脆這樣好了 我不是把這邊挖掉嗎 對不對 那我就把它填回去嘛 各位 我先把它填回去好不好 填回去是不是變成一個完整的大球 完整的大球 對小我們的力 可不可以帶萬元力定律的公式 可以啊 各位 所以你看 我把它填回去以後 整個大球對小m的力 我可不可以帶萬元力定律的公式 可以啊 那大球對小m的力 其實是包括小球對小m的力 跟剩餘部分對小m的力 對不對 各位 大球對小m力 是包括了小球對小m力 跟剩餘部分對小m力 你說老師 那我們這樣算有什麼好處呢 各位 仔細體會一下 等一下呢 需要各位的頓悟 你的公式 是不是用在點球球殼 對啊 老師沒錯啊 你說公式只能用在點球球殼啊 好 那我考你 大球對小m力 可不可以帶萬元力定律的公式 可以啊 既然用在點球球殼 球可以帶啊 好 小球對小m力 可不可以帶這個牛頓萬元力定律的公式呢 也可以啊 你的公式用在點球球殼啊 大球小球都可以帶啊 那剩餘部分 對小m力 可不可以帶萬元力定律的公式 不行啊 老師啊 我們要算的這個利啊 可是不行啊 對 來各位 需要頓悟一下 來快 這個可以帶萬元力定律的公式 這個也可以帶萬元力定律的公式 可是這個不能帶萬元力定律的公式 怎麼辦 我們要算的就是這個啊 可是他不能帶萬元力定律的公式啊 然後呢 各位 這零機一動啊 他可以帶 他可以帶 他不能帶 那他不就是這個減這個嗎 那他不就算出來了嗎 各位 這個可以帶萬元定律的公式 這一項也可以帶萬元定律的公式 那一項不能帶 沒有關係啊 兩個相減就是怎麼樣 就是剩餘部分 對小m力啊 所以這個題目的技巧就在這裡 那這也怎麼樣 這也再一次強調我們一開始講的 你萬元定律的公式 只能用在點球球殼 其他都不能用 所以你必須要怎麼樣 利用一點技巧 好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大球對小m力 到底是多少呢 各位 你填回去 就是一個完整的大球 你就算大球的中心 到小m的距離 這段距離多少 2R 所以2R的平方分之G 大m小 你說老師 為什麼要算這個球的中心 到這個小m的距離呢 各位 你說算最近距離嗎 好像也不公平 又不是所有的質量都集中在這裡 你說算最遠距離嗎 好像也不公平 又不是所有的質量都集中在這裡 那當然算誰最公平 只要他是一個球 那我們就算中心到小m的距離嘛 對不對 如果是完整的球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算這個球的中心 到小m的距離 所以大球對小m的力 直接帶2R平方分之G 大m乘上小m 好接下來小球 對小m的力呢 那小球一樣算中心 好這個小球的中心 到小m的距離多少 各位 這是R 這是一半2分之R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 這整個的距離是2R 這裡如果是2分之R 這一段是2分之3R 所以小球的中心到小m的距離是2分之3R 所以這裡我們帶2分之3R的平方分之G 乘上 各位 小球的質量只有佔全部的8分之1 所以這質量我們寫8分之m 乘上小m 好 這是大球對小m的力 這是小球對小m的力 好 剩餘部分對小球力 我們不能帶歐尼丁的公司 沒有關係 兩個相減 那相減其實有一個技巧 既然大家都有R平方分之Gm 你就先把這個R平方分之Gm 先提出來 你只要專心算大家沒有的部分 各位你看 他有R平方分之Gm 他也有R平方分之Gm 大家都有先提出來 來各位 這個係數多少人知道 這個係數是四分之一 這個係數是四分之一 這個平方變四分之九 翻上去九分之四 九分之四乘上八分之一 十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十八分之一 那就是三十六分之九 減三十六分之二 三十六分之七 我們心算 可以算出這個係數 老師我心算沒有你那麼強啊 那沒有關係 你就慢慢算嘛對不對 這二分之三的平方是不是四分之九 四分之九翻上去九分之四嘛 八分之一乘上九分之四 十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減十八分之一 通分 三十六分之九減三十六分之二 三十六分之七 OK 剩餘部分 對小m的力 我們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所以各位 再一次強調一件事 你的公式 只能用在點球球殼 其他都不能夠用 其他 你就要怎麼樣 你就要用想辦法去算 我們前面的算圓環是切成很多很多小塊 因為到小m的力呢 這個距離都一樣 所以呢 我們就用這個類似積分的方法來做 這個剩餘部分呢 對這個小m的力 因為這個形狀不太對稱 你用積分去算很難算 那我們就怎麼樣 就刷一點小建招 刷一個小技巧 既然球可以帶 那我們就用大球去扣小球 就可以得到 剩餘部分呢 對小m的力 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所以做這麼多題目的目的 是要去加強大家的基本觀念 有時候觀念不是憑空講 你說公式用在點球球殼 這觀念都會講 可是考試你又不會用 對不對 所以要講那麼多範例的目的 就是要透過這些範例 讓大家去習慣 這些基本的運算的技巧 好 可是接下來呢 第三小題跟第四小題 就有一點點小小的麻煩了 第三小題 第四小題 理論上必須要用到所謂的球殼定理 那我們在怎麼樣 在第三節 講重力場的時候 會講到球殼定理 好 所以你如果還沒有看過球殼定理 還沒有講到 還沒有學到第三張重力場的話 第三小題 第四小題 你先跳過 先不要做 這個傷亂誤照 不要急嘛 有些事情長大就會懂了嘛 等你學到這個六之三重力場 我們退完球殼定理 突然地球內部的重力場的時候 我會提醒你 這個再回來看 這裡的第三題跟第四題 好 那又把它放在一起 這樣比較完整一點 所以呢 還沒有看到球殼定理 還沒有看到地球 內部重力場的 先跳過 等到講完地球 內部的重力場的時候 我會提醒大家 回來再來看 好 那假設呢 各位呢 這個後面已經看過了 好 已經看過以後 才可以再看第三題 第四題 好 才可以再看第三題 第四題 不然你第三題 第四題會聽不懂 因為必須要利用到怎麼樣 利用到這個球殼定理 跟地球內部的引力場 好 假設呢 大家當聽話的乖寶寶 後面學過以後 我們現在呢 來看第三小題 這難就難在第三題 跟第四題了 難就難在第三題 第四題 第三題呢 這個中難 第四題高難 好來 第三題他說 那剩餘部分 對於大球圓球新處 質量呢 是小N的指點 這個萬引力 到底是多少 好 如果呢 他現在算的是 把小N放在正中間 這部分把它挖掉 好 這部分把它挖掉 那要算怎麼樣 要算在正中間這裡的小N 那這個剩餘部分 對他的力的到底是多少 哇 怎麼算 各位 我說過 我們的公式只能用在點球球殼 三種 那你說剩下這個部分對他的力 怎麼算呢 你說切成很多多塊去算嗎 這形狀也不太對稱啊 所以怎麼辦 那我們也要想方法來算 那怎麼算你知道嗎 既然剛剛第二小題把它填回去 那我們就姑且四肢吧 把它填回去好不好 各位填回去變成一個完整的球 填回去變一個完整的球 那一樣 我可以算大球對他的力 好 大球對小N力 那一樣會等於小球對小N力 跟剩餘部分對小N力 那你的目標 是要算出剩餘部分對小N力 你說老師 我把它填回去 有什麼好處 各位填回去 大球對小N力 可以帶萬元電力低低 Dans的公式 小球對小N力 也可以帶萬元電力低進的公式 剩餘部分的力 不能夠帶萬元低進去的公式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可以帶 這個可以帶兩個相減就是它 好 現在問題來了 大球對小能力到底多少 來 各位你想像一下 如果把整個填回去 這一塊挖掉了門把它填回去 整顆大球對於正中間這一點的力 到底是多少 這個時候就要利用怎麼樣 利用我們在第六章 第三節重力場裡面講的球殼定力 或是地球內部的引力場 你還記得我們在第三章 這個第三節我們講到的 如果在球星處這裡重力場強度多少 0啊 各位在球星處這裡重力場強度0 你在整個大球的正中間 其實大球對小能力是多少 0 地心處重力場強度0 如果你不要用怎麼樣 不要用我們前面講的地心處重力場強度0 這樣的概念來做的話 憑著一滴滴小小物理直覺 其實整個大球對正中間這一點的力 一定也是0 為什麼 很簡單你看 上半下半對他有力 其實對稱抵消 你看左半右半一樣對正中間這一點的力也抵消 各位提會一下 假設我不要利用怎麼樣 利用地心處重力場強度0 這個結果的話 上半下半對他是不是對稱力抵消 左半右半對他的力是不是對稱抵消 所以大球對小能力是0 那小球對小能力呢 小球對小能力 來OK 我可以代公司算 這一段距離多少 各位 這段距離是二分之二 二分之二的平方 分之g乘上八分之一m乘上怎麼樣 乘上這個小m 這是小球對小能力 好大球對小能力是0 好那這個小球對小能力呢 這個也是怎麼樣 是代萬元力定律的公式 二r的 二分之r的平方 分之g乘上八分之一m乘上小m 所以剩餘部分呢 對怎麼樣對小能力就變成是負的 這個係數呢 八分之一 這裡四分之一 除掉變二分之一 負的二分之一 r平方分之gm 好那負的只代表說反方向 因為小球對他的力往右 那剩餘部分對他的力就怎麼樣 就往左 好各位仔細體會一下 仔細體會一下 好不過這個題目呢 其實我們可以再用一個概念來看 那什麼概念來看呢 你發現大球對他的力是不是0 對不對 那表示剩餘部分對小球力 其實是等大小 而且怎麼樣 等大小而且是反方向 為什麼剩餘部分對他的力 是等大小反方向呢 這到底是巧合還是物理存在 當然是有物理存在嘛 巧合問你幹嘛呢 這個時候就要訓練一下 各位的物理直覺 各位物理跟數學最大的差別在於 數學你算出一個結果 可是物理必須要去解讀 這個結果他的物理意義 為什麼剩餘部分對小能力 其實跟小球對小能力等大小呢 來發揮各位的想像力 這裡有個小球嘛 如果你這邊也挖一塊 各位這邊也挖一塊相等的 像我們之前講的鹹蛋超人 你等一下想意上呢 可以再畫一個圓鹹蛋超人 如果你這邊畫一個鹹蛋超人 這邊畫一個鹹蛋超人 這邊挖兩坨 各位這邊挖兩坨 其實你發現上面這個形狀 跟下面這個形狀 對這一點來講其實對稱 來發揮各位的想像力 等一下你在講意上畫上去 畫一個鹹蛋超人 這邊兩坨 這邊兩坨 剩下上半跟下半對他的力其實抵銷 所以其實剩餘部分 對中間這個紅色小能力 其實就相當於左邊這個球 對他的力 各位再講一次 就是你這邊畫一個圓 把他當鹹蛋超人 鹹蛋超人 上面跟下面對他的力 其實對稱抵銷 所以小球對他的力 跟左邊這個球對他的力 其實兩個球對他的力 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要0嘛 所以剩下部分對他的力 其實就只相當於這個小球 對他的力 所以剩餘部分對小能力 跟左邊這個小球 跟左邊這個球對他的力 其實是等大小反方向 因為上下對稱怎麼樣 這個抵銷 所以沒得到這個結果 那聽得懂 所以好了聽不懂 那就算了吧 算了吧 數學算出來就是這個結果了 這個如果你對物理呢 有一點感覺的話 其實可以算得出來的 好來各位 那現在呢 這個最高難度的問題 這個題組最高難度的問題 就是第四題 這個題目呢 就必須要利用到怎麼樣 利用到我們講的球殼定理了 第三題呢 如果你沒有學到球殼定理 要算其實勉強也是算得出來 好不過這一題 要是沒有利用到這個球殼定理 沒有利用到球殼定理 跟我們講 地球內部的這個重力場的話 這個題目其實就怎麼樣 就不好算 這個題目呢 我在講以上也幫大家畫了 這個三格漫畫 這個題目呢 必須要經過推論 那我們才會得到怎麼樣 得到最後的結果 來 第四題它說 剩餘部分呢 對於小球圓球星 這裡 對於小球圓球星處 質量為M的值點 這個萬元力大小到底多少 哇怎麼算 好怎麼算 那我們當然可以採取剛剛的做法 對於小球圓球之星 那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把小球填回去 我們剛剛一直都這樣做嘛對不對 好我把它填回去 好OK填回去沒有問題 可是填回去啊 其實我跟你講 你填回去的這個小球 對這個小圓的力 其實是零 其實是零 各位你仔細體會一下 現在如果小球這裡是空的對不對 中間不是一個小圓嗎 你把這個小球 把它填回去 其實對這個小球填回去 對這個中間這個小圓的力是零 為什麼 你剩餘的部分都不要看 那我們講嘛 地球內部引力場是不是零 第三題我們也是利用怎麼樣 利用這個結果嘛 在球星處啊 這個球星處 這個球對他的力是零啊 各位 你剩下的部分不要看嘛 對不對 小球對這個中心的力不就是零嗎 這個小球對中間這個力不就是零嗎 對不對 所以我填回去其實並沒有影響答案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推論 從這裡到這裡 要一步一步來喔 好你要先體會喔 我把這個球呢把它填回去 其實填回去這個部分 對小圓的力是零 所以我填回去沒有影響 我等於加了一個零進去嘛 對不對 好填回去以後 你把它當做一個完整的球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要算完整的球 對小圓的力到底是多少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利用到怎麼樣 球殼地理的應用 各位 就等於說我現在要算地球內部 這一點引力場強度 各位你要記得嗎 好我們在六之三 講到怎麼樣 講到地球內部引力場的時候 怎麼做 各位我把它填回去以後啊 變完整的地球啊 完整的球對他要力多少 我是不是要還切 我們前面講的西瓜皮定理 來想像一下 這是西瓜皮 這是西瓜肉 這個西瓜皮 對他的利是零 我們講均勻球殼對其內部的不失利 外面這一層球殼 對他的利是不是零啊 各位我填回去 等於加一個零而已啊 所以這個題目轉換成一個完整的球 對這一點的利多少 完整的球對他的利 就相當於我們在算地球內部的引力場 再還切一次 再還切一次 外面這個球殼 對他的利是多少 零啊 只有裡面球星的部分 對他才會有利嘛 所以我只要算裡面球星 對他的利就可以了 那就等於在推地球內部的引力場了 各位 這個題目仔細體會一下 那我再強調一次 好 這你還沒有學過球殼定理 跟地球內部引力場之前 先不要看第四題 你先跳過商務罩 有些事情要長大才會懂 懂嗎 好 當你學過球殼定理 跟地球內部的引力場以後 那才有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必須要經過推論 要一步一步來 要一步一步來 那我想呢 第六章呢 這一章最難的問題 大概就是這一題了 最難問題大概就是這一題了 好來各位再來一次 剩餘部分對這一點的力多少 先把它填回去 可是填回去呢 這個小球對於球星處這一點呢 小孩們其實是不失利的 我們講球星處 就只看小球 剩餘部分不要看 小球中心處這一點 其實重力場是0嘛 你填回去這個部分對他的力是0啊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填回去 其實沒有人想答案 所以題目就改成 這個完整的球 對這一點的力 到底多少 那就是我們在算的 地球內部的這個引力場 到底是多少 好搬出球格定理 把它還切 西瓜皮定理 這一層西瓜皮 對他的力是0 只有中間這個西瓜肉 對他才會有力 所以呢我們要一步推 一步推推到這裡來 推到這裡來 OK終於可以寫答案了 所以這一題就等於 裡面這個球 對小能力 到底是多少呢 球當然就可以帶 萬有引力定理的公式啦 就相當於我們要算 地球內部的引力場 所以裡面這個球 對他的力 來直接寫 就是二分之R的平方 分之G 乘上八分之M 乘上怎麼樣 乘上小M 所以答案就是二分之一的 R平方分之GM 計算的過程其實並不太難 難是難在於怎麼樣 難是難在於我們剛剛講的 概念的部分 必須利用到球隔定理 跟我們推的所謂地心處 這個重力場強度等於0 跟怎麼樣 跟怎麼樣去推 地球內部的引力場 這個題目必須要結合 這三個觀念 才會幫我們要揭出來 那我剛剛講 這個題目 當然有它的難度啊 那不然老師怎麼列在進階挑戰呢 這個題目大概是怎麼樣 大概是我們講 第六章整章裡面 這個最高難度的問題 那我希望第四題啦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講過一次了 再講好像 這個再講第三次好像不太好 因為你可以倒帶回去看嗎 那第四題的部分 那我希望等一下你再仔細想通 一步一步來 好 你從第一步想到第二步的時候 你按暫停 影片的好處 隨時按暫停 想通以後再從第二步到第三步 好那最後再寫出怎麼樣 再寫出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一步一步推論 好還沒有想清楚之前 先想一想 還沒有想 你就先按暫停 好這是看影片的好處 所以這四個小題 等你全部呢 這個學完以後 可以四個小題 再仔細體會一下 好看看這個萬元地裡面 這個最高難度的問題 到底怎麼去做 好所以等一下在講義上自己寫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說